请问你们有没有使用过中国货? 安娜你有使用过中国货吗? 嗯,我当然有。 嗯,你什么东西是中国货? 嗯,我觉得大部分,我用的东西是中国货。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的笔,你的衣服。 嗯,好,您呢?可兰。 嗯,我用过,用过,用过什么? 用过中国货。 货。 一起来,中国货。 中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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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继续。 我用过中国货。 我小时候,我常常要用玩具。 玩玩具。 玩玩具。 是。 你玩的玩具是中国货。 嗯,很好,您呢?可兰。 苹果公司有很多的中国工厂。 在中国有很多工厂。 对,所以我的苹果,苹果的产品就是中国货。 嗯,很好,阿民呢? 嗯,我觉得我现在用的杯是中国货。 杯子。 杯子是中国货。 嗯,还有别的吗? 嗯,这个,要多个五个财产都是中国货。 嗯,好,绿萨,你家什么东西是中国货? 嗯,电脑的东西。 哦,电脑。 嗯,电,东西。 哦,别的电器。 电器。 啊,你觉得中国货怎么样? 嗯,可以。 什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 便宜。 便宜。 嗯,你呢? 阿娜,你觉得你用的中国货怎么样? 啊,我聪明。 我觉得最好的方便就是便宜。 嗯,便宜。 我觉得有的时候质量不太好。 不太好。 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可以用。 啊,可以。 你觉得呢? 哦,除了便宜以外,你觉得中国货还有什么特点吗? 嗯,对,那是方便。 方便。 对。 为什么说很方便? 嗯,因为美国进口很多的中国。 美国有很多的中国进口。 哦,从中国进口很多产品。 从中国进口很多的产品。 嗯,从中国进口很多的产品。 所以很多的商店都有中国产品。 好,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抵制过中国货吗? 或者你自己,或者你认识的人。 啊,我的表姐。 表姐。 表姐。 嗯,第一是中国货。 啊,啊,很有意思。 是现在也在抵制吗? 对,现在抵制中国货。 她的生活怎么样? 呃,她的生活。 呃,她是一个吃素人。 还有她觉得中国货。 她们做中国货的时候,对工厂人不好。 哦,对工人不好。 所以她不用中国货。 哦,这是她抵制中国货的原因吗? 对。 嗯,她有没有觉得中国货非常不安全,或者质量不好? 呃,不是。 对。 哦,很有意思。 Lisa呢? 哦,没有认识。 是,不认识。 嗯,抵制中国货。 嗯,很好。 你自己会抵制中国货吗? 嗯,为什么呢? 现在,住在中国不可以。 嗯。 如果你抵制中国货,你的生活会怎么样? 嗯,不方便。 怎么不方便? 嗯,就是跟特别的人一样,就是要买的东西不可以买。 哎,买不到。 买不到。 嗯,好。 安明呢? 想没想过要抵制一下中国货? 嗯。 想不想过? 想没想过,你要抵制中国货? 嗯,我没想过抵制中国货。 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太重视方便。 哈哈哈哈。 好,如果你的生活里没有中国货,你的生活会什么样子? 如果生活里没有中国货,我不能。 嗯,我会不能做我的作业,因为我的电脑东西都是中国货。 哦,很好。 没办法做作业。 没办法做工作。 对。 安娜,你会尝试一下去抵制中国货吗? 嗯,我觉得一般来说不会,但是买有些东西的时候,我会注意是不是中国货。 好。 比方说,不是我的屁股的东西。 化妆品。 化妆品。 护肤品。 护肤品。 我知道,所以中国很多是,我能让你的屁股更白。 所以我觉得比方说,所以我的屁股不好。 但是我觉得电脑的东西不是,电脑的东西没有东西。 好,你不想让你的皮肤变白。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安全。 啊,有可能。 好。 为了尝试没有中国货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课文里的帮女士做了什么实验? 呃,她过着很不方便日子。 嗯,她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她尝试了什么实验? 她尝试了很不方便的实验。 嗯,一个实验,不可以说很不方便的实验。 嗯,她尝试了一个没有中国货的实验。 非常好,她尝试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一个没有中国货的实验。 很好,那没有中国货,她这个实验做了多长时间? 她在一年里不做什么? 她在一年里没买中国货。 不买? 不买中国货。 是不买一部分中国货吗? 是,不买所有的中国货。 不买任何中国货。 不买任何中国货。 很好,可兰她尝试了什么实验? 她尝试,在一年里? 在一年里她尝试地址中国货。 不买任何中国货的实验。 很好,她抵制中国货。 她买不买什么货呢? 她要抵制中国货,所以她还买中国货吗? 她不买中国货。 很好,她尝试什么实验? 一起来。 她尝试了。 她尝试了。 在一年里不买任何中国货的实验。 很好,再来一遍。 她尝试了。 她尝试了。 在一年里不买任何中国货的实验。 很好,如果你有机会,你会尝试在一年里不买任何中国货的实验吗? 我喜欢以后比较有意识的实验。 我觉得这个实验。 实验。 实验。 这个实验。 实验。 实验和实验。 实验比较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想尝试 不想尝试 一年想吗 不想 一个月 可以 但是我觉得我刚愿意读一读 我愿意读了的看法 不愿意自己怎么样 不愿意自己尝试 你愿不愿意做一些新的尝试 不愿意做一些新的尝试 好,你那名 如果只是一个月的试验 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我愿意尝试移至中国过的试验 很好,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知道你的买的东西是从哪来的 看你历史 好,你那可兰,你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尝试一下不买中国货吗 如果只是一个月 我觉得我愿意尝试不买中国货的实验 好,一起来实验 实验 好,瑞莎 你愿意尝试一下新的菜吗 我愿意尝试新的菜 新的菜 好,你想尝试一种什么样的新的生活呢 新的生活有什么样的 你想不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你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不错 不错 你不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好 火红呢 你想不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我不想 我不远离想吃新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辛苦 嗯 很好 火红呢 可能是想一个新的生活 尝试 尝试新的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 比较好玩的生活 你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好玩 新的一家新的生活不是很好玩 嗯 好 好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啊 每天不上课的生活 嗯 还有呢 还有常常去买东西 啊 去购物 就 去国家 嗯 去方官 嗯 好 所以你想尝试什么样的生活 再来一遍 我想尝试不上课 我想的呃 买 呃 去国物 每天 每天去国物 购物 购物 嗯 购物 嗯 生活 嗯 很好 嗯 很好 好 这个方女士 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是什么 呃 就是 因为她 呃 她像是一个新的生活 哎 很好 她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吗 她没有 嗯 政治的倾向 很好 是 呃 她的目的就是 是可以说目的 对 可以 但是目的就是尝试 雇用 呃 或者谷卖 有种的产品 对 因为查神当界的时候 才发现了大谷卖 然后 它的礼物是在中国最大的 非常好 在美国对中国产品 有一个什么样的传言 嗯 嗯 什么传言 对 人家 有人说中国的中国国 嗯 嗯 嗯 安全 对 很好 有人说 呃 中国的 中国的工人没有权利 嗯 好 所以 很多人不愿意买中国国 嗯 有道理 博虹 你听说过这样的传言吗 呃 我听说过这样的传言 你在意这种传言吗 在意 在意 呃 你在意这样的传言吗 我不在意这样的传言 嗯 好 帮女士对这种传言在意吗 嗯 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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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呃 对这个传言 呃 在意吗 在意 对 对 他在意这样的传言 他在意这样的传言 不安全的传言不在意 非常好 一起来 他对 他对中国或不安全的传言不在意 他对中国或不安全的传言不在意 很好 你同意这个传言不在意 很好 你同意这个传言吗 安娜 啊 希望他真的有大作者 我再给你